今天不是 今天是我去吃你这顿饭是给你面子 谁来吃饭谁有面子 吃饭已经不再以吃为主了 而是以吃饭以外的事情为主 我记得大概是八十年代初 建国饭店刚落成 北京建国饭店最早的五星饭店 吃过一次非常正式的饭局 这饭局是香港的一个财助请客 那是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吃分餐制 我们过去吃饭都围着一桌子 谁动作快谁吃得多 结果那天是分餐制 分餐制有一特点 给的少不够吃 每个人身后站一服务员 不像现在 现在还真给不了你那么多服务员 我记得很清楚 吃了五桌五十个人 一桌八百块 这五桌四千块钱 当时是大钱了 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是奔万元户 那水果上来我记得很清楚 北京的柿子一个 我们过去上水果得给一大西瓜 给一大堆水果 这就给一个柿子 然后服务员一滴了皮 柿子就打开石棒 一人拿牙签沾一个 割嘴里了 那天吃完饭 大家出去了 走到这个饭店门口 互相看了看都说 好像没吃饱 咱们还得去吃一顿炉煮 炉煮火烧是北京人最爱的小吃 我今天想起来就满嘴生惊 满嘴都是口水 但是炉煮火烧 然后医生告诉我们胆固醇太高 所以我到60岁以后不怎么吃了 饭桌上是中国人最容易沟通情感的一个场所 我们自己仔细想一想 我们生活中有时候很难沟通的事 吃一顿饭就沟通了 所以我们的早期的商务宴请 它就是这样 一上来先不能谈事 咱先谈饭先吃饭 那么有人就觉得先谈事 好像变得不是很礼貌 一定要好吃好喝好待遇 先招待着 那么这时候吃饭就变了兴致了 这吃饭不是吃饭 它带有很强的一个目的性 我们有些人请客的时候 他有直接诉求 就是办一个什么事 大家都讲过 求朋友办个事 就弄一饭局 再办多少就直接说 我想干一干 能不能帮我这忙 而且中间人一般拉来的人 是肯定能帮你忙的 这饭局呢 它就开始了 要有布局提前约人 对吧 这里准有求人的 有被求的 还有买单的 有做陪的 我过去吃过一些 就是华销比较大的 这个饭局 这饭局里总有一两个 不认识的人 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 后来人家告诉我 你凡是你不认识 你不知道那干什么 那人肯定是买单的 后来我一看 果不其然 这人来参加这件事 就是为了买单 那究竟这个桌子上 谁求谁 谁求谁 办什么事 有时候我们参与人 定不知 为什么不知呢 你本来就是做陪的 就是来烘托气 这事情往往 就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人帮忙 那你这一桌子的人 大家都是做陪 做陪人的身份 可能会决定 这个事情的最终 怎么想 我有一年 在北京 我有一个朋友找我 说马先生 您能帮我一忙吗 我说什么忙 说我欠人家一个人情 说这人情老还不上 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我去还人情 我说怎么还呢 他说我那朋友 开一饭店 特别特别的贵 我去吃顿饭 花个几万块 就把这人情还了 说我自个儿呢 北京呢也没什么朋友 也没亲戚 说我自个儿去 这钱也花不了 说您在邓上两三个人 咱们一块去 热着闹闹的 说我也就把这人情还了 就是吃顿饭 没有什么目的 那我也想我跟这朋友观也挺好的 我去香港的时候还帮我很多忙 我说这不就吃顿饭吗 那好 我去吧 我就跟他去了 我过去说 我想写本书叫吃饭记 就写这种吃的跟古怪的饭 这就算一回 我们去好容易找到那个餐馆了 进去以后呢 他说这里最大单间我定了 咱们在这吃饭 我一进去就傻了 巨大的一个空间还高 一人一桌子 互相距离巨远 我一去就傻了 我说咱这怎么吃饭呢 互相喊呢 我说这不成 这没法这么吃 我说咱有没有小房子 说这房子都订好了 订好了呢 你不吃 这就浪费了 其他房间没有这么奢侈的 我说这房间咱没法吃 为什么没法吃 那椅子 我这个两个腿是郎当着 就这么不着地 扶手呢 两边都抓不着 后背也靠不着 你看这是个宝座 实际上你坐在一板凳上 非常不舒服 最后我就执意的要换地 最后说那还有一张桌子 就是说条件差很多 我说咱们差多少 咱们都上那去吃去 当时我记得 还有一个香港导演陪着呢 那导演就说 这个场景拍江湖片 都不需要布置 拍江湖片都不需要布置 这时候正吃着半截 那老板来了 老板一看我说 哎呀 说马先生来了 说这顿饭我请客免单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这朋友还人情没还上 你本来想花钱吃顿饭 把钱把这人情还上 结果老板还免了单 那我早年还吃过这种古怪的饭 我一个朋友飞到北京 坐着自个儿的小飞机飞来了 一下飞机就找我 他实际上提前就跟我联系了 说我带你去吃个饭 说人不多 你们全家跟着 我这还有俩朋友 一共8个人 那天还就8个人 都不到10个人 其中呢 有一个女的 从香港来 是香港一个大老板的千金 然后我们就去到这个餐馆去吃饭 这不是餐馆 是个秘密的基地 这车开过去的路之窄 就是你开好车 基本得蹭一边才能过去 因为路窄 到门口好容易停了车了 是一个类似飞机库的一个大库房 在北京的西边 到那以后呢 这人出来以后 拉这个大铁门 这大铁门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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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它底下有那个铁轨 有那个铁轮子 把我们拉开了 拉开以后 我们这8个人鱼贯而入 然后就听身后的 咕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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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噜� 这个腿又没地放 特别难受 还是一个半抗不抗的那么个东西 屋里全是摆着各种古怪的 他们认为的古董 我认为的假古董 屋里还特别冷 菜端上来都是凉的 然后我们都皱着眉头在那吃饭 我就问我这朋友 我说这谁介绍的 他说这地有名 说到现在这主人是谁 谁都不知道 中间呢 因为冷了 我就去厕所了 冻的我不行 我先到厕所 上趟厕所 暖和暖和 一进厕所 我这多年啊 没进过这么咽眼睛的厕所 你知道吗 这么贵的地儿 那厕所啊 咽眼睛 一进去呢 好家伙那味儿 那不是味儿了 就直接就咽眼睛 眼泪就下来了 那么吃完这顿饭啊 花了好多钱 花多少钱咱就不说了 反正不是我花的钱啊 出来以后所有人都觉得很奇怪 说怎么会这么有身份的人啊 怎么会要在这么一个古怪的地方吃饭呢 显然这个地方包含了你所不知道的故事 它一定有故事 而且一定社会有这种需求 这些地方就有没有 想要吧 你可不ous 用完了 可以 也显然 可以 放在这里 也对 开水 开水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饭局上 有一个现象非常不好 而且越来越严重 是什么呢 就是浪费 它为什么要浪费 吃饭为什么要浪费 是因为跟我们请客吃饭的目的 相关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办事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巴结对方 我们的目的是有求于对方 那么这张菜单子就要奢华 中国人认为奢华的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菜一定要过量 西方人不是这样 是吧 西方人请客吃饭 一定是吃得干干净净 西方人认为你吃干净了 代表我的食物是美味的 所以我在现在在国外吃饭 也很烦 在美国吃饭 那牛排都特的个儿 二分之一我都吃不了 我在美国吃那大牛排 我真是佩服美国人 这么老大一块 这么老厚 没法吃 如果你吃干净了 主人会很高兴 那么除了法国人 法国人讲究 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留一丁点 法国人他比较酸 这一点跟其他西方人 又有一点点不同 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 中国人是觉得你吃光了 等于我的菜不够量 我一定得剩一下 剩的越多 好像越有面子 那么你现在这种吃饭 能够剩多少呢 这我看见过很多次 单位的聚会 我去看 我们进去吃饭的时候 单位聚会都早 可能五点多钟就进去了 七点多钟就撤了 我们七点钟 他进去的时候 看到每个桌子上 都是杯盘狼藉 菜都堆着跟山似的 我去参加有的婚礼 这婚礼人都撤了 还在上菜 我就问服务员 我说人都撤了 桌子上都没人 你上什么菜 服务员说的好 说不上菜 最后他不买单 他吃不吃 是他的事 上不上 是我的事 所以这服务员 明知道没人吃这个菜 还要往上上菜 那我们要什么呢 要的是面子 但我们有的是什么呢 有的就是这浪费 我们本来是一个 宠上节俭的民族 至少几千年来 中国人在饭桌上 都是节俭的 我们小时候吃饭的标准 是什么 掉一个饭粒都得捡起来 饭碗里是不允许剩东西的 只是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代人 我下面这一代人 我们这代人都有吃不饱 吃不好的经历 下面这一代人逐渐没了 我想大概是80后早期的人 可能还有点记忆 90后以后就没有记忆了 就没有贫穷的记忆 你今天看中国任何一个餐馆里 都不可能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从五星级饭店到街头的苍蝇小馆 都是这样 一定是浪费的 有一阵的提倡打包 叫什么 吃完饭要把东西打包 我也打过 我忽然发现 打包这件事 很多时候打了也白打 拿回家以后 没机会再吃 最后还是扔掉了 那么 我们民族吃饭这么浪费 其实就是很短的时间 几千年来 中国人没有这么吃过饭 我们上一代人 我的父辈这一代人 没有吃过今天这么多好东西 我说那一代人不是说一个人 而是一代人 我们今天吃这么好的饭 大量的浪费 这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吃一个炖虾是不得了的事 今天一大盘子虾都可能倒掉 对吧 满桌子没冻的菜 在过去想都不想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 所以让我们今天想起来 就痛心疾首 所以我们今天开始 就重提节约粮食 对吧 节约粮食又开始 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日程 我小时候对这个印象深刻 小时候走到任何吃饭的地方 不管我是在军队大院进军队食堂 还是后来去了武器干校 还是去了农村 在农村自己的厨房里 都贴上八个字 叫节约光荣 浪费可吃 这八个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想想至少有半个世纪 从五十年代 一直到九十年代 在中国的所有吃饭的地方都贴着 但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八个字呢 我们看看今天的文物是什么 这是一个景德镇生产的青花大碗 这个碗是什么时候了呢 是清朝康熙年间的 这碗底也写着呢 大清康熙年制 那你说我今天也能写 你今天确实也能写大清康熙年制 但你画不出来 你做不出来这样致密的瓷器 这个内容很有意思 这个碗 上面画着很多喜鹊 全是喜鹊 注意看有飞的 上下翻飞的 有落在枯枝上的 有在老树上鸣叫的 画了多少个喜鹊呢 画了碗外面 画了二十九个 你可以数 一个一个数 数好几遍 不太好数 剩下一个呢 画在碗芯里 一共画了三十个喜鹊 那么这碗就有了名字 叫日日见喜 我们过去农历 三十天为一个月 日日见喜 它为什么要日日见喜呢 那日日见喜高兴啊 这么大的碗叫什么碗呢 叫海碗 过去人吃饭 这样的碗吃两碗米饭 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年轻十八岁的时候 这两碗米饭 两碗面条 就这么大的碗 我全能吃进去 我今天这有一碗饭 我都吃不动了 连泊老矣啊 尚能贩俗 不能吃饭了 就是老了 日日见喜 这个题材很有意思 我们讲一个闲片 我们今天的人特别愿意炫 怎么炫呢 戴块好表 系根好腰带 戴个好眼镜 要不然胸口戴一个很贵的项链 外国名牌的 那么古人怎么炫呢 古人很有意思 古人抽鼻烟 吸鼻烟 拿着鼻烟壶 我们讲过 互相比 今儿拿一个红的 红的鼻烟壶 山楂膏 对方呢 拿着一个黄的鼻烟壶 鸡油黄 掐颜色 我这红 红的透亮 我这个黄 黄的油亮 互相掐 高人不这么掐 怎么掐呢 我们见过的 一套鼻烟壶 三十个 我每个月的初一 拿一个 上面画一只喜鹊 叫洗上眉烧 一只喜鹊 我拿着这个 就是初一 第二天 我换这边红 拿第二个 双喜临门 画两个喜鹊 我每天 对着那个日子 拿这个鞭壶 上面就画几只喜鹊 一直到这个月的三十号 拿到最后一只 上面画着三十只喜鹊 叫日日见喜 古人 生活比我们讲究 炫起来 比我们有文化 我们今天还真不知道 怎么去炫 我们可以好好看看 这样一个碗 康熙年间的 一个青花大碗 按照康熙瓷器的特征 叫紧脾亮幼 我们能吃这样一碗饭的时候 一定是日子幸福的时候 今天 我们讲的是饭局 顺便讲的是节约 我们希望我们的饭局 能够 能够有节约意识 那么我们就给大家 多看一件文物 多看一件文物 这件文物很有意思 看看 纯金的 纯黄金的 后面是青铜的 青铜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呢 这是战国时代 这是干嘛用的呢 这个是搁在马脸上的 马脸上一边一个 三个方向 拴三根绳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这个东西就叫节约 我们节约一词 就是从这儿来的 节是节点 约是约束 节约的本意 就是在这个节点上约束它 在马脸上 三个方向 往这皮绳 控制 操控这个马脸 你说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专家呀 我当然知道 马脸不是我这样的 马脸是长的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一边一个 这东西就叫节约 我们所有的词汇 都不会平白无故而来 一定能够追稳溯源 如果你想彻底的理解 节约这个词 你就看一看这个东西 两千多年前 中国贵族使用的节约 我们文物看够了 今天是多看了一件 我们一般就只给看一件 今天因为谈到 饭局又谈到节约 所以多看一件 下面呢 就是我们的文创 文创 这是 这个颜色呀 是橄榄 我们大部分今天使用的 青色呢 都比较淡 都是梅子青 橄榄绿呢 是北宋时期 北方耀州瑶烧灶的 它的颜色深沉 跟北方人的性格 非常的贴 这种碗呢 就是生活中用的 很便宜 我们每年呢 到了九九重阳节的时候 大消 为什么到这时候大消呢 因为这碗就叫重阳碗 重阳是敬老的日子 每年九月九日 这个王维最著名的诗 九月九日 一山东兄弟 独在一乡为一客 北风家节被私钦 瑶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 我们对 耀州瑶如果想了解 我们有机会啊 可以更深地去讲一讲 今天没有机会 如果你有兴趣 你就下载官复APP 上面有很多知识 包括这对碗的知识 你都可以在上面看 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 要不停地去学习 看到一个东西 要把它闹明白 我年轻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讲的是饭局 我们希望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节目 能够让你呢 有一点点警醒 节约是我们中华文化的 一个美德 我们的节目也 希望更多的朋友支持我 我们一直在说 老朋友是我们的精神支柱 新朋友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我们下期见 本节目由一气大众 奥迪品牌独家冠名播出 这个裤子有点短 现在据说流行九分裤 它再让我再短我就不敢穿了 你要穿七分裤我就不敢穿了 没穿袜子是因为我那袜子是黑的 我要穿上黑袜子有点问题 所以没穿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